台湾艺人林依神 这日现身台北公开活动 经以37岁的依神 以一头长发现身 依然鲜气十足 她和丈夫结婚经以五年 经常分隔美国和台湾两地 依神去年停工一年准备怀孕 不过一直未有好消息 最近疫情严峻 两夫妻更是长期未有见面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见面了 对 联络完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的通讯软件 这个时候都要活用 对啊 包括可能远距离的啦 或者是看病的啦 或者是因为居家隔离 你没有办法 你最好不要亲自去探访的人啦 朋友 我觉得就是保持那个联系 然后持续的关心 不要因为距离 就变成了一道阻碍 张立疫情还蛮严重 那老公那边才OK 还OK啦 还OK啦 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那不同的状况 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还是可以上网买 KEEP你送的啊 哈哈哈哈 每天超不好行的 每天都买了 每天几次 太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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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时差了 对 但是因为很习惯了 所以一早起来 或者是几点之前 就已经有一个习惯 运过的一个时间段 最近医生多了时间留在家里 和家人相处多了 有帮弟弟照顾小孩 更乘机断舍离一下 清空家里之余 更有意外收获 所以很久的时间 没有这么长的待在家了 所以太久 唤醒了很多东西 唤醒不多啦 太久很多了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 可能青少女时期的很多东西 现在都不适用它 然后就淘汰掉了 那家里空间里 变得清新很多 那你把还能用的东西 赶快转送给需要的人 不要让它累积怨气 让它觉得自己又被使用 被珍惜 身体有变化 肌肉量有点增加 然后精神体力也挺好的 说到口罩的全量 Eason说因应自己艺人身份 有二十年戴口罩的经验 家里一直有大量各种物料口罩 所以不会有泼口罩的需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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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